各位同情 主持人 我這樣 來 國民黨的宜蘭縣議員李清琳 諮詢師才剛開口說一句 我這樣好 手機鈴聲就同步響起 將會歌曲《我要跟你染條條》 尷尬至於又飆國罵 現場人員全都小凡天 快點看那邊看起來 快點看那邊看那邊 就怕有人要找他時沒接到電話 李清琳的手機才會24小時不關機 沒想到8月31號在縣議會質詢師 就發生這場意外的小插曲 各位同情 主持人 我這樣 來 原本台下藝人們磨刀霍霍 準備輪番上陣痛批宜蘭的財政貧困 誰知道手機鈴聲一響起 整個士氣瞬間大減哄堂大笑 其中笑得最大聲的就是他 剛才手機那個人看回來 亮亮亮這樣 他沒有開親眼 我只看一遍就很好笑 又看一遍又看一遍又看一遍 也是我一直笑 一遍我還說起來 這也是常常遇到的這樣 影片事後被網友PO上網 大讚手機鈴聲挑得好 實在是太爆笑了 各位同情 主持人 我這樣 來 這回鬥趣鈴聲 讓李清凌登上了熱門版面 他自己也笑說真的是沒有想到 記者林盛召佩宇宜蘭報道